我们请几个电影节目帮助读 我希望你的圣经是在你手边的 我请Joyana 团长帮我读13章1-10 1-10 Erik 读11-16 卡文读17-22 好 请Joyana 先读 大家留意在这个经文里面 是出现一些字句重复的 可能未必是exactly wording重复 但意义肯定是重复的 大家留意有哪些重复 我会问你 Joyana 请你 出埃及的十三章第一节 耶和华 将来耶和华 令你尽加南人 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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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摩利人 尼味人 耶布斯人之地 就是他向你的祖宗起誓 去吸你那流那羽蜜之地 那时你要在这月间守这礼 你要吃无酵饼七日 到第七日要向耶和华搜 这七日之久要吃无酵饼 在你四景之内不可见有酵的饼 也不可见发酵的蜜 当那日你要告诉你的儿子说 这是因耶和华在我出埃及的时候 为我所行的事 这要在你手上做记号 在你厄上做记念 使耶和华的律法常在你口中 因为耶和华曾用大能的手 将你从埃及领出落 所以你每年要按着日期守这礼 OK 谢谢 Erin 请你 61至16节 将来耶和华照他向你和你祖宗所起的誓 将你领尽加难人之地 把这地赐给你 那时你要将一切投生的 并生畜中投生的归及耶和华 供的都要属耶和华 凡投生的路你要用羊羔代属 若不代属就要打折他的颈抗 凡你儿子中投生的都要属出来 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 这是什么意思 你就说 耶和华用大能的手 将我们从埃及遗奴之家领出来 那时法路几乎不用我们去 耶和华就把埃及地所有投生的 无论是人是生畜都杀了 因此我把一切投生的公生畜 献给耶和华为祭 但将投生的儿子都属出来 这要在你手上作记号 在你额上作经文 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 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 非常好 非常好 谢谢 Eric 你是有美国人类的 在这里大 中文竟然没有读错一个字 所以要给你很多评论 非常好 我少认识 对 OK 但你记得了 这么久都 非常好 好 我稍后加闻到后面那一句 法路用百姓去的时候 非利是地的道路虽近 上帝却不令他们从哪里走 因为上帝说 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背 就回埃及去 所以上帝令百姓妖道而行 走红海旷野的路 以色列人出埃及地 都带着兵器上去 摩西把日室的鞋骨一同带去 因为日室曾叫以色列人 炎炎的气势 对他们说 上帝必眷顾你们 你们要把我的鞋骨 从这女一同带上去 他们从疏国起行 在旷野边的以躺安逸 日间耶和华在魂处中 令他们的路 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 至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 日间魂处夜间火柱 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 非常好 这里说到他们出埃及 原本他们从埃及到巴勒斯坦地 他们在地中海旁边上去 就很近的 就是非律士的地 但是上帝就没有被他们去 怕他们说 看到那些人这么恶 打仗就走了 所以带他们去到东南边 去到抗野那里 去过河海那边 OK 这是我的地理环境 那麽 那麽 出埃及记第十二章 那我们往前 回到日前前看 就记载以色列人出埃及 那麽上帝就告诉以色列人 听 从此以后 他们要出埃及那个月 就为清月 在一年之首 那麽呢 是以色列人清过月 叫阿笔月 就是在阳历 就是我们一般的阳历三四月之间 所以我们每年三月 大家知道这个 出埃及这个月节 就是我们现在 受苦节的时候 是吧 大家知道这个情况 那个背景我想你知道了 那麽呢 他们清过阿笔月 在阳历三四月之间 所以每年呢 三月二十一日之后的月圆 那天呢 那音历十五 之后的礼拜五 就有余节 之后的礼拜日呢 就是每年呢 复节不同的 那大家有点印象 OK Emily 帮我弄一弄 那个历法的图 是那个 这里有一个特名词 叫阿笔月 它又不是叫一月二月三月 又不是叫 General February 它叫阿笔月 那为何叫阿笔月呢 那麽意思呢 那另外呢 你发觉呢 有时候 有时候 看到有叫离山月 你与自己所谓的离山月 有没有这个印象 那究竟阿笔月 和离山月有什么关系呢 我给大家知道了 OK 大家看不看到那个 阿笔月 离山月 看到了 离山月 是什么 是不是 离山月 是不是 离山月 是吧 是的 这个手 这里 离山月 那这个其实呢 就是大概三四月之间的 这个时间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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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查完经呢 这一份的材料 Emily 请你都发给大家 那旁边有些说明的 就讲到这个的 是离山月 或者跟着这个 以以月等等 它们这个属于宗教年历 那跟他们的文士年历 有不同的名字 你就是 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那些历法 那这个是呢 是他们的宗教年历 就叫做呢 是离山月 那其实原本是叫做阿笔月的 那阿笔这个字呢 原本的意思是 是指刚刚成熟 就是那些麦有和水的时候 可以收割的时候 那在希伯来文 在希伯来文 现代希伯来文 这个阿笔这个字呢 就是指春天的意思 就开始发芽 这些植物发王的意思 那这个 大家知道 这个以色列 他现在是首都的 Telavima 这个TL AVIV AVIV就是阿笔 这个字的移文的意思 就是移文的字 那现在TALAVIV 就是春天的山丘的意思 那这个字 稍后也会给你们 那阿笔月呢 就定为正月 那么一月 其他月呢 它是照说 二月三月四五月 但是后来 为什么变成离山月呢 离山月呢 离山月就是他们 被老到巴比伦之后 那巴比伦每个月 有个有些特别的名字 那么他们就跟从了巴比伦人的名字 所以这个阿笔月呢 就改了为离山月 所以很有意思的 那份资料 也有写到 如果你看圣经呢 在《出拉及记》 和《生命记》 讲到二月节 就讲阿笔月 在这个 《尼希米记》 在《以斯拉记》 讲到这个 这个 《语》 就用离山月的 为什么呢 因为《出拉及记》 和《生命记》 都讲被老之前 所以就用阿笔月 那 《尼希米记》 和《以斯拉记》 就是被老之后 被老归回的时候 所以就叫《尼希米记》 一些小小的《圣经知识》 给你们参考 好了 下面呢 我请Emily 帮我把那些问题 做给大家看一看 我刚才要大家读圣经的时候 我要你留意 一些重复的 一些重复提到的一些事 未必是exactly verdict 但是意义是很清楚 是重复的 OK 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或者你现在告诉我 在这一章圣经当中 上去的问题 我定的主题就是 《过新年走新路》 这是我今次的查经的主题 OK 这一段是我刚才说过的 那再往上 在Emily再说 有些题目 一路再上去 第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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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好了 有哪个人可以告诉我 你见到有 有些重复的句 有没有 重复的意义 Erik 就举手 听说 你开了麦 我听 不要开 他说 耶和说 用大人的首领 我们出埃及 是的 从埃及 圍奴之家 出埃及 圍奴之家 出来 这句话 出了四次 出埃及 第三节 第十节 第十四节 我读一读 第三节 那里说 Erik 读第三节 摩西对百姓说 摩西对百姓说 你们要纪念 从埃及 圍奴之家 出来的日 这日 因为耶和说 用大能的首 将你们从这地方 领出来 有效的病 都不可笑 OK 好了 第十节 哪个去读 Vivian Ho 帮我读 第十节 所以每年 所以你每年 要按着日 其守者禮 诶 不对 我读错了 不对 第九节应该是 sorry 上面是第九节 写要在你手上 作记号 在你额上 作纪念 使耶和的律法 尝在你口中 因为耶和说 曾用大能的首 将你从埃及领出来 OK 是了 好 第十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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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帮我读 李俊 第十四节 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 这是什么意思 你就说 耶和说 用大能的手 将我门 从埃及为奴 使家领出来 非常好 第十六节 第十六节 第一 Kathleen帮我读 十六 好 这要在你手上的记号 在你额上作经文 因为耶和说 用大能的手 将我门 从埃及领出来 OK 四次 这一张圣经文 法国文 特别是 第三至六十四节 讲到 是从围奴之家出来 好了 这个是一个 重複的 还有没有 发烤的 可以吃 发烤的 不要吃了 在第三节 和第六节 第七节 是两次就有限度提到的 第三节 第三节 刚才Eric刚读过的 有一口饼 不好意思 第六 第七节 是讲得更加详细 第六第七节 谁帮我读 第六 阿彪 帮我读 第六 第七节 你要吃无酵饼七日 到第七日 要向耶和说 首节 这七日之久 要吃无酵饼 在你四景之内 不可见有酵的饼 也不可见发酵的物 OK 很清楚的 重複的 好 还有哪个是重複的 哪个意思的呢 哪边看到 求生的要拿来做现实 非常好 求生的 第一节就说了 是吧 第一节 你进读了是吧 刚才你进读了是吧 你进读了第一节 耶和 耶和说 小语摩西说 以色列中 凡投身的 无论是人 是畜生 都是我的 要分别为圣归我 非常好 第十一至十三节 十二十三节 都有提到的 Nikolas 帮人读了 十一至十三 将来耶和说 将来耶和说 照他向你和你祖宗所起的誓 将你领进迦南人之地 把祭地刺给你 那时你要将一切 投身的并出生中 投身的 归吉也和话 公的都要属也和话 凡投身的路 你要用阳高代属 若不代属 就要打 折他的颈寒 凡你儿子中 投身的都要属出来 OK 一再讲到投身 第十五节 同样是 是吧 第十五节 是的 继续是讲投身的 是吧 继续帮我读 十五节 那时法老几乎不容我门去 耶和说 就把埃及地 所有的 所有投身的 无论是人 是畜生 都杀了 因此我把一切投身的 谷生献给耶和为祭 但将投身的乙子都属出来 OK 好 还有没有 有没有重复的句子 有没有重复的 有没有重复的 看到吗 OK 还有没有叫过 再看这个名字 Vicca,Vicca,可以讀嗎?Vicca讀第八節 Vicca讀不到 讀不到? OK Vicca讀不到 好吧,你幫他讀吧,你的團長是很支持的 對八節 好,當那日你要告訴你的兒子說 這是因夜和華在我出埃及的時候為我所行的事 好,到第十四節 十四,日後你的兒子問你說 這是什麼意思?你就說 夜和華用大能的手將我門從埃及圍牢之家領出來 是的,同樣的意思就是要告訴你的兒子聽 兩段聖經都是這樣說的 要告訴你的兒子,將這件事告訴他 然後另外一段,另外有兩段都是相同的或者相近的 第九節 我們請 Emily幫她讀 第九節 第九節 你幫我讀第十六節 剛才也讀過的 再讀一次十六節 這要在你手上作記號,在你額上作經脈 因為耶和華用大能的手將我門從埃及領出來 OK,這裡有什麼相同?除了說出拉及之外 另外有什麼相同?有沒有留意? 就是在手上為記號,在額上作紀念 所以我們看到有好幾個相同的地方 我們逐個了解一下他的意義 好了,這裡為什麼呢? 一開始就說,投身的要歸屬上帝 為什麼?有什麼意思?為什麼要歸屬上帝? 大家知道嗎? 投身通常是代表比較好的 那就將最好的獻給神 將最好的獻給神 這對,很好 在第十五節 你看一看有什麼領會 第十五節 那時巴佬幾乎不容我們去 尤華就將埃及地所有投身的無論是人是生都殺你 因此我們要將一切投身的公生畜 獻給尤華為制 將投身的兒子都屬出來 你讀這句經文 給你什麼印象? 即是說 其實在他們 在如意節 在那個晚上 上帝是猜怪滅命的天使 將埃及傳地 所以他投身就要殺 但是呢 以色列人的長子 他投身就沒有殺 其實上帝在當中 是給他們一個的 是保留他的生命 其實那晚個個都要死的 是吧? 全部應該要 是 不要浪費命的了 阿當犯罪 上帝告訴他 你不要吃禁果 你吃的時候就必定死 但是上帝沒有給他馬上死 上帝給他恩典 給他營業可以存活 所以說 我們世人都犯了罪規決 上帝的榮耀 罪的功架就是死 所以人人都應該死 但是沒有死 上帝讓他存活 今天呢 以色列人的長子沒有死 是恩典 是不是? 大家有沒有看見? 其實那天出哈及的時候 所有人都死了 今天呢 上帝讓他們仍然存活 是恩典 所以呢 上帝要以色列人 將這個 第三條的題目 我們這樣說 上帝呢 要以色列人 將他投身的生畜 和人 分別為聖歸給他 其實是要讓以色列人 不要忘記他的恩典 就是那天 其實所有的長子都死了 所有的投身都死了 這樣就叫他們 記得這件事 而且讓他們有感恩的表現 是獻上頭身 剛才的 你都說得對 是獻上最好的 好了 這個這樣的記載 這樣的表現 這個有什麼意思呢? 我提到呢 如果我們常常記得上帝的恩典 對我們踏上新理程 面對新挑戰有什麼幫助呢? 記得這幫人他們是 開始過了新年 他們開始踏上新的一個理程 走這個抗野道路 走向加拿美地 上帝帶領他 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要記得這些事 做這些事 這個跟我們用我們今天這個情況 就是我們面對一個新的年度 踏上新的一個年月 進入一個新的年月 那麼我們這個 以色列人這個表現 告訴我們 上上記著上帝的恩典 對我們有什麼幫助? 面對新的挑戰 面對新的日子 我們常常記得上帝的恩典 有什麼幫助? 有沒有幫助? 應該不是很難回答這個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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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新的旅程 遇到新的挑戰 我們都懂得 有什麼事都會 依靠上帝 就是會找回上帝帶領 OK 上帝的恩典 就是說他過去是幫助過我們 他同在 他給我們能力 是吧? 當你面對挑戰的時候 你回想上帝的恩典 不然就幫助你更有信心往前走 其實這個很明顯的 是不是? 那些以色列人都是 如果他整天記得 這個掌揚憲典上帝 就是他整天記得 上帝曾經在埃及的地方 行過奇妙的大使 他們因此得到保存 因此能夠有出埃及的經歷 所以常記得上帝的恩典 對他們往前走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第一個 lesson We learn from them OK 我自己其實真的回頭看 我自己的經歷 實在都是看見上帝很多的引導 在香港來 夏威夷是奇妙的經歷 很多人來美國都花很多錢 用很長的時間 我記得我是 2月跟這個教會開始接合 寄我的錄音帶給他們聽 然後他們就通過了 那他們就答應 就extend那個邀請信給我過來 然後就開始辦入境 三月幾 我已經拿到錄卡 幾塊了 那我就 是不是三月幾 應該是 然後就 開始辦理 三月幾 三月八號 安立了 才可以申請 然後 好像幾個禮拜 總之很短時間 然後我七月幾 就來到 這個本身就很奇妙了 來到這裡 這麼多年 回頭看 今年看我40年 都經過不少的一些考驗 但是上帝真的 明終暗處保守 你知道我是香港人 香港出生、香港長大 地道香港人 我來這裡的教會 是完全講國語的台灣人 台灣人呢 都能夠當時 80年代初期 他能夠出來美國的 都是有些地位的 一般人都不讓他出來的 你知道台灣政府 那段時間都很閉關的 所以一般都是很有背景的人出來 所以都是大部分 都是社會上流社會人 那我們在香港是草根階層 是自然租屋的 所以大家都很多的 習慣不同的 但是上帝真的很多的恩典 帶領我一路一路 那教會 但是是能夠存活 有好的發展 我們感謝上帝 所以回頭看上去恩典 我們就有信心了 面前遇到什麼 我們知道上帝要我屠在 我希望你們都有這個經歷 你回頭看你們 每一個人都有你的故事 你今天來到美國 你都可以 能夠過了這麼多年 那上帝一定有很多恩典給你 我不知道你們 有沒有人可以講一件兩件 你記得上帝的恩典 在過去的年齡 講一件兩件比較具體些 你方面對你自己有幫助 也對其他人有一個鼓勵 有沒有人可以講一兩件具體的 如果上帝的恩典就來你身上 就是上帝的恩典 在你身上 有什麼 有很多時候 上帝的恩典 很多人都說 有了 上帝的恩典 是具體一點的,在哪個市場,你等你體驗,上到印度來的。 我想牧師就最清楚,譬如一開始來夏威夷美國的時候, 讀書是有幾差的,由他一開始慢慢鞭策我, 到後來又可以讀完大學,又順利不倒業, 如果在香港,就很大機會是做麥當勞的了, 慢慢地在這裡完成學業,雖然現在正在復勞, 但是也找到一份不錯穩定的工作, 如果沒有上第一路的帶領保守, 也有遇到困難,但也不會那麼順利。 很好,我知道,初初來真的很不容易, 我也很慚愧,我也很抱歉, 我對他很嚴重, 真的,有時候回頭看我也有點後悔, 本來太嚴重了, 因為我們恩典幫助他一路成長, 我們真的為他感恩, 有沒有其他人, 說一件或兩件,具體的? 我覺得我離口也是上帝恩典的, 我也是在香港讀書, 會口不太行走過來, 但是我覺得很神奇的就是, 我來了不夠兩個禮拜, 是我伯母帶我回這間教會, 但是她不是回這間教會, 她是不回教會的, 我覺得很神奇的, 她純粹那時候是不想我在家很久, 不想我經常在家, 帶我去找一班有香港的人, 唯一知道就是這個團契, 但是我來之前, 我小時候也有回教會, 但基本上我人生是沒什麼, 是不信基督教, 我來了這個教會, 這個團契, 我很快已經看到上帝的作品, 很快就可以融入到這個宗教, 回到朱雅勒都十年了, 我覺得是上帝帶領, 一來夏威夷, 就是如果我不記得, 一來夏威夷就回到這個教會, 我也不知道我會做什麼, 那時候他們的團友又幫我, 就是入KCC的問題, 或者當時沒有車, 帶我到處去, 很多時候都是因為這個團契, 我來夏威夷這件事, 變得順利很多, 我覺得是上帝帶領, 非常好, 當然我接觸到很少, 給我印象很深的一次, 就是那幾年之前, 二樓的地板膠地板很髒, 我們要刮掉那些膠, 不是太多人來幫忙, 這其實是其中一個, 是和我一起, 當然不是只有我們兩個, 也有其他人, 但是熱語團計其實就很少人, 拿來其中一個, 是一直幫忙, 非常印象, 看到上帝在你身上, 幫助你一路成長, 非常好, 我不知道有沒有其他人, 我們不能花太多時間在這裡, 但是我鼓勵你們, 真是很具體的, 你都回想上帝對你的恩典, 那是幫助你向前走很重要的, 你知道上帝真是活的上帝, 是有能力有恩典的上帝, 今天你沒有在這裡說, 但是希望你有機會在團契, 或者和朋友聊天的時候, 你說上帝的恩典, 其實是對你自己一個的, 是重新的, 一個確定你人生的方向, 這個重要的, 你看看那些, 以色列人是很具體的, 是吧? 他們獻頭生的生畜, 如果將頭生的長子歸而為性, 每一次這樣去做的時候, 他們就提醒他們, 他們出埃及的時候, 是曾經經歷過何等其妙的事, 是吧? OK, 好, 那另外呢, 跟著講到, 是講到出埃及, 第四條題目, 我們講到上帝為什麼一而再, 再而三的來提醒以色列人, 他們是上帝用大龍的手, 將他們從埃及圍奴之家領出來的, 他們原本是圍奴的, 在那個地方, 以色列人被上帝帶出來, 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後, 他們有沒有想過要回到前後? 有沒有想過? 大家讀聖經有沒有記得? 有沒有想過回到前後? 其實我下面提了幾個經文給你, 那裡幾個地方, 都是講到想回到的, 大家讀一讀這個, 出埃及記第十四章, Carmen 幫我們讀這段, 出埃及記第十四章, 十至十二節, 當他們遇到埃及追兵追他們的時候, 有什麼反應呢? Evan幫我講,Carmen 法老臨近的時候, 以色列人舉無漢見埃及人趕來, 就甚懼怕向耶和華哀求, 他們對摩西說, 難道在埃及沒有墳地, 你把我們帶來, 死在礦野嗎? 你為什麼這樣待我們, 將我們從埃及領出來呢? 我們在埃及, 我們在埃及, 沒有對你說過, 不要攪擾我們, 容我們服侍埃及人摩, 因為服侍埃及人被死在礦野還好。 所以你看他們, 沒多久就已經在埋怨了, 接著到第十六章,Carmen, 十六章二至三節, 十六章二節, 以色列傳媒仲在礦野向摩西亞倫發怨言, 說, 花不得我們早死在埃及地耶和華的手下, 那時我們坐在玉窩旁邊, 吃得飽足, 你們將我們領出來, 道者曠野, 是要叫者全不會眾都餓死喔。 可以, OK, 在我们的心血沽启了,除这妈那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 好,请你读完后面,第十四章第三节。 耶和说,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在我们倒在都下, 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拐略我们回埃及去起不好吗? 所以你发觉那些人是一而再上回去埃及的, 所以上帝早就提醒他不要回去,你不要上回去埃及了。 后面我再提醒,第五条我说,以色列人是埃及地做奴隶, 他们吃得饱,而且不花钱,是吧? 他们讲大话,没有讲大话的,他们真的吃东西不用钱, 因为他们根本没有钱的嘛,做奴隶哪有钱的? 是吧?你没有工,没有粮出的嘛,而且他吃得饱, 一般来说都是吃得饱的,因为做牛做马, 当然是给他吃饱了,不是他怎么做事呢?是吧? 所以呢,他们的确是吃得饱,又是不用钱。 其实呢,他们在那里是做奴隶的,不单只是他们做奴隶, 他们的子孙也做奴隶的,是吧? 那现在他们出了埃及了,离开了埃及,得了自由。 但是他们还想回去埃及,那这个是非常错误的, 对他人生是一个非常错误的选择。 那我后面就说了,你有没有看到有些人, 本来已经脱离了一些不好的习惯, 他相信耶稣了,改变了,他不再吸毒了,不再赌博了, 脱离了情络的困绑,或者他以前是黑社会的, 后来就离开了,他已经是离开了这个黑社会, 但是他有一段时间,他又回到原来的环境, 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 他已经是,其实已经出来了,但是就中翻, 已经是出了埃及的了,他又很想回去, 那如果是这样,会有什么结果? 当然是不好啦,是吧? 如果他出来了,又走回去, 好了,上帝呢,耶稣尼人离开那个遗牢之家, 离开这个不良的环境,不要再回头, 那这样的提醒教导,对我们踏上生理情有什么方法? 有没有帮助?很明显有帮助,是吧? 叫我们不要回头,我不知道你们的背景, 有没有人是有些不好的习惯, 那现在已经脱离了,就不要再回头了, 在马可福音我这里提出来,有一定圣经, 就是主耶稣医好一个麻眼的人, 那医好之后,耶稣就会说不要再回到那个村子, 你自己回家,不要再回到那个村子, 耶稣在那里没有讲得很清楚, 为什么不要回到那个村子, 我可以想象,一定是那里有一个环境有问题, 会影响他,影响他的生活,影响他的信仰,是吧? 所以这个都很重要的,如果你过去曾经有过一些不好的习惯, 你现在脱离了,你来了教会,来了团契, 那你就继续在这个正确的路上来成长, 就不要再回头,不要跟那些不好的朋友再在一起, 这个很重要的,我们人都会受环境影响, 我们都会受朋友影响,所以如果你过去曾经有过一些不好的习惯, 你都脱离了,不要再回去,埃及是围奴之家来的, 这个就是这个圣经提醒我们的, 好了,下面第六条, 余节这个日子是纪念我们得救恩的日子, 是得自由的日子, 为什么呢?上帝当然吃无酵饼,无酵饼, 特别提到很严格的规定, 在四景之内都不可见有酵之物, 下面的英文说, 那个部分uri取得得住 стороны将来没有较核 connector, 很有意思品是下开了解Waekорд反而来把我们老人讨厌此外 只要在我们的生活边境之内ła, 任何有 reform的事情了, 那是这或者是无cious disag体的事情, 到 任何有效的事情都不可有。 是你非常清晰的事情, 為什麼這麼嚴格的規定呢? 下面呢,其實我已經有個答案了 上帝很認真要他們除去所有發酵的東西 要提醒耶穌帝人做什麼? 要他們認真悔改,離開罪惡 因為這個酵是什麼意思? 他們為什麼要不要吃無烤餅呢? 其實其中一個,因為當時是實際出拉球會很緊張 讀一段聖經出拉球會12章 剛才我們讀了3章 記錄前一章,第12章33-34 12章33-34 12章33-34 Vivian Hall幫我們讀 埃及人趨速百姓打發他們快快出來那地 因為埃及人說我們都要死了 百姓就拿著沒有烤的生面 把薄面盆包在衣服中,抗在肩頭上 是的,他們叫外國人出去快點走 那他們還沒有發粉發過他們 還沒有發烤的,就拿著走了 大家如果知道,對這個烹調有些經驗都知道 那麵粉要發一下他們才行 所以一方面叫他們記得這個事實 當時是很匆忙離開埃及的 所以叫他們吃火烤餅的一個意思 那另外一個,為什麽他全四景都不要有這個烤呢 那大家知道,烤的含意是有特別的意思的 如果你看馬太福音第16章 馬太福音第16章 我請Eric幫我們讀一件聖經的 馬太福音第16章第6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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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對他們說,你們要謹慎 防備法利塞人和殺都該人的孝 是的,現在讀了第11、12節 11、12 我對你們說 要防備法利塞人和殺都該人的孝 這話不是指著餅說的 你們怎麽不明白呢 門徒這才曉得他說的 不是叫他們防備餅的孝 乃是防備法利塞人和殺都該人的教訓 這個孝略就代表一些偏差的教導 一些不好的教導 再看過程度前書5章6至8節 過程度前書5章6至8節 當天法老吩咐讀功 過程度前書5章6至8節 過程度前書5章6至9節 他混音有點慢 可以 你們這自誇是不好的 你不知一點面敲 能使全團發起來嗎 你們幾是無敲的面 應當把舊敲除靜 好使你們成為新團 因為我們如月節的高壤 基督已經被殺天制了 所以我們守這節不可用舊孝 也不可用惡毒 邪惡的孝 只用誠實真正的無敲餅 所以看見了 講到一些敗壞的行為 講到邪惡 講到惡毒 所以有一個特別的意義 讓他們知道 不要有敗壞的東西在他們當中 剛才講到不要回埃及 就是不要走回頭路 第一點是說到基準上的恩典 第二個就是不要回到敗壞的環境 第三點這裡提到 要吃這個無敲餅 就是叫我們不要帶著這些 不好的一些教導 不好的行為 一些敗壞的行為 將這個罪惡要除去 好的 我想說後面第七條 我就問了 上帝的意識人認真去除去 所有的化學 提醒他們認真悔果除去罪惡 認真去除淨罪過 對我們踏上生理程 有沒有幫助 當然也很明顯的 是吧 如果你想有新的日子 你過新的生活 你必須把那些敗壞的行為 要放低 所以要悔改 如果你不肯悔改 明知道不好的 你繼續做 那你怎麼會有好的日子過呢 儘管 即是說你過新年 你原來是走一條舊路 那新年對你 是沒有意義的 是吧 如果你想過一個美好的新年 真的走走一條新的人生的路 那麼 第一 你記得上來一年 上去數算 第二 不要走回那些不好的地方 第三 你要放低 改變你那些不好的行為 是吧 在上帝 以色列人 將這個出拉及的故事 這個這樣的經歷 要他們告 告訴他們的子孫 當然 告訴他們 幫助那些子孫 記得 知道 來 知道上帝 是誰 讓他們信靠 是不是這樣 但是他這樣說 這些人 對當代的以色列人 有沒有幫助 他們對子孫說 對他們自己 有沒有幫助 有沒有 有什麼幫助 要教自己的兒子 自己要很熟悉 自己不可以忘記這些 非常好 當你說的時候 特別說給你兒子聽的時候 你自己當然是 溫習一次 是不是這樣 那你自己更加要謹慎 知道 熟悉 這個 一個都是很重要的 除了幫助那些子孫之外 其實 也幫助我們自己 當我們 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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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堅定自己的信 記得 如果你有機會 向你的親友 來講述 上帝的奇妙作為 講述上帝 在你生命 在你的生活當中 對你的影響 不單止你是幫助別人 你是幫助自己 是嗎 這個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提醒 OK 所以下面第九條 為何 為何 上帝 要以色列人 將這個 有關如意節的律例 綁在手上 戴在額上 為何 其實辦公室 向周圍的人 表明 我們敬畏上帝 是嗎 他們綁在額上面 很明顯不是 就是收在袋裡 不是叫你放在袋裡 或在額上面 今天那些以色列人 他仍然是 我沒有看到 他綁在他頭上 但是他綁在他的手上 還有掛在他身上 如果你去以色列 我不用去以色列了 你去東岸 在我們 我前幾年去 Ambridge 在Pansylvania 那裡 在Pansylvania 在Pansylvania 那裡 不是Pansylvania 叫做什麼 那裡最大的城市 叫做 I forgot Ambridge 南邊的城市 那裡 就在 那裡 有很多猶太人居住 那你平時 都會特別 你周末去很多 那些猶太人 你穿著他們 黑色的袍子 你看到他們 真的掛在身上 那他們這樣做 表明他們 真的 對上帝的那種 敬畏 他們願意進行上帝的教導 那這個 這樣的表現 是對我們有什麼幫助 對我們自己走上新歷程 面對這個新的日子 有沒有什麼幫助呢 好明義 都一定是對我們 有一個督促的作用 我們自己提醒自己 是吧 好了 我下面問 你是基督徒 在我們今天 你圍在這裏都是基督徒 你怎麼表明 周圍的人表明 你是信上帝的 你怎麼表明 你不需要說 如果你到處說 你說你神經病 是吧 但是你可以 用一些 特別的一些表現 或者一些裝飾 表明你是信上帝 有沒有 很多人在家裡掛個牌 不知道你家裡有沒有寫 有沒有掛牌 寫著是基督是我家之主 如果人家一進來就知道了 這是信耶穌的 是吧 又或者是寫著 至於我和我家 我不必定使用 是吧 我不知道你家裡有沒有掛 一些這樣的裝飾品 人家一進來就知道了 這個是信上帝的 以色列人是想要他們這樣掛在額頭上 說在手上 就是表明 當然也提醒他們自己 他的思想要上到順利的話 他的手要遵行順利的吩咐 這是有一個意思的 你擺在頭上擺在手上 要他多思想和多去實行 我現在這些都是實在向周圍的人表明 我看到很多時候 那些人駕駛在車上貼著 標貼著寫著 He greater than I 我知道這是基督徒 你們有沒有 你們有沒有掛過這些牌的 你想想 如果你貼著那些牌 He greater than I 你中紅燈 那會怎樣 那就好笑了 所以其實這個對自己 不單是你表明了你的信仰 你其實對自己是一個敦促來的 是不是 如果你表明你是基督徒 如果你在公司 你是擺本聖經在你那張寫字台 或者在你辦公室那裡 人家知道你是基督徒 但是表明你是基督徒 其實這樣表明對你自己有沒有幫助 是有幫助 是吧 讓你能夠真是 就是在你的崗位上面更加警醒 那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提醒來的 所以你發覺呢 我剛才說幾件事 這段經文裡面給我們看見 在以色列他們過新年 走新路的時候 準備踏上新的情形的時候 上帝就藉著摩西教導才來 要注意幾件事 第一就是記住上來恩典 所以常論感恩 第二就是要亂來不好的環境 不要再回頭了 第三就是要認真地除去你的罪過 要徹底悔改 第四就是要向人述說 你沒有一個故事 特別是家人 幫助你堅定你的信心 第五就是公開你的表明的信仰 其實就可以幫助你自己的信仰警醒 你會發覺呢 在這些教導之後呢 跟著以色列就會看到上帝 他作為一個經文 這張經文最後呢 上帝用雲署 用火柱引導他們在路前 是吧 同樣的呢 在面前的連月 如果我們記得 這裡所說的幾件事 我們常常記著上帝恩典 常常感恩 我們不要回頭去那些不好的地方 我們悔改 放下不好的習慣 我們的一些行為 我們向人述說 上帝恩的故事 我們堅定自己的信仰 公開他們的信仰 如果我們這樣做呢 我相信同樣的 會一步一步引導你前 就好像當日呢 用雲署、火柱 來帶領執人一樣 幫助他們走向這個 更加美好的應許之地 這就是我今天預備的 這份茶經的材料 時間是大概一個小時左右 不是很長時間 當然可以 當中可以多些時間 給你討論都可以 不過我要 wrap up 給大家一些 來做一些學習 看看你剛才 我整個過程這樣帶過來 你注意到些什麼 你學到些什麼 或者這個時候 你可以 因為這個workshop 來的嘛 你看看大家 你覺得 你根據我上次 教導你們的 那些帶查幾個原則 今天看這個application 我怎樣用 那你學到些什麼呢 沒有反應 去找一些會重複的點 就是可能去研究一下 為什麼會特別去重複幾次 那個可能就是那段 I mean 這一張其中一個 中心思想 Very good 我就是用這個 去做一個入詞 入點 是吧 你發覺我沒有 逐張 逐次 逐次 去解釋它 沒有的 但是我這樣說完之後 你整張神經 都知道它說什麼 你沒有特別 漏了一些重要的東西 是吧 所以我cover 可以說全部 或者絕大部分 你問吧 我沒有逐章逐節 但是也不會說好像漏了什麼 好了 還有沒有其他呢 我這一張神經 我特別是處理一些重複 當然有其他神經 未必有重複的 是吧 剛剛這裏 是有幾樣東西重複 那我就把它提了出來 幫助大家思想 還有沒有呢 你有沒有注意到什麼呢 你問那個問題裡面 很多都是 你對你的身 有什麼 啟示 有什麼教導 有什麼幫助 嗯 對了 你發覺我問的問題 我不會問一些很簡單的 一二三 一二三 一定是你的生活上的反省 幫助你的思想 OK 還有沒有其他呢 對 我覺得主題是很清晰的 就是有一個線 很明顯的 可以說 首尾呼應 是去到一個新的地方 或者走一條新的路 走一條新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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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說 一個月之下 是過年 剛才說過年 就要順利預備 當你預備 正經時 你都要留意一下 周圍的環境 如果你有留心,我整個企業都跟我們生活有關係,是不是? 不只是理論,有沒有其他呢? 我一開始看的時候,沒有怎樣留意 其實是第一條問題,提醒他們,記著上帝欣典的部分 本來我看經文,我沒有想到那麼遠 但是因為你一條問題之後 你知道1,2,3,4,5,我都可以用這個思維去想 究竟那個經文後面在說什麼 然後你的問題帶我們去想,真是我們現在生活怎樣 平時說的會說,但是看著你這樣做 真的要準備那些問題準備得好 可以帶著別人怎樣想,想下去下一步很重要 對,非常好,所以我記得很順利跟你說 我們是帶領茶劍,所以你必須知道我們的 destination 你的 direction 是吧? 那你就會發覺我是準備一個方向這樣做的 我會想,其實是Echo Nicholas的 其實牧師,你上次提過留意他們的作者 上帝和角色的關係 然後他們的關係和合理關係 其實你那個編排是很明顯的 就是真的,上帝為何要叫他們做這件事 嗯 為何他們要怎樣,為何要跟他們的兒子說 同樣的東西 對我們的關係 就是很 我想如果不是你之前提過的話 我不會這麼在意 其實他們,可能我們看我和上帝的關係 但是我看回經文他們那天和上帝的關係 是什麼 而是影響或者去理解今天我和上帝的關係 很好,很好的理解 記得我們在聖經都是一定要想到 上帝透過這些故事或這些經文 對我有什麼幫助呢?對我有什麼啟示呢? 這個一定要這樣上帝 當然你這樣照字面讀 可能你讀不了這些意思 所以就要花點時間想想想想祈禱 麥想都是重要的 OK,很好,你們有很多理解 還有其他人看到什麼? 我不知道講得對不對 但我覺得你其實偷過每一天 你這麼多題的問題,是會說出你 最後想說的結語,那一、二、三、四、五點 然後其實這五點是圍繞回主題中心 那個title就是《過新年,走新路》 那是對,那是對 究竟是什麼《過新年》和《走什麼新路》 就是你要記住這五樣東西 非常好,我希望你們也是 希望我今天帶來茶經,不只是幫助你對經文熟悉 那真是對你們一個blessing 那你能夠記住這幾樣東西 I wish you, I bless you 你們都能夠真是有一個美好的將來 走向一個真是更美好的英雄之地 OK,有沒有人還想可以留言 Did you learn anything tonight? 有沒有 好了,那我就到這裏結束 那下一次是誰帶啊?你們 沒有啊?沒有人帶啊? 不知道啊? 不是輪到的嗎? VVN Holt VVN Holt VVN Holt 下個星期是,但是穆斯利看那次就是 阿丁好像是 穆斯利那次好像是阿丁帶 阿丁帶啊 總之你們弄好給我看看 那我可以給你意見 如果你是來不及的話是怎樣呢? 那當然我都會在這裏的 我會和你一起看 是,即是是三月,是嗎? 三月的了 三月十二號 下一次是丟帶的 第幾章啊? 那我也要先看一看,預理一下 會是第十五章 不是 第十五章,是嗎? OK 好了,穆斯利,再寫第二次 穆斯利,我有個問題嗎? 我想問你,你的資料呢 就是你對聖經是真的這麼熟悉 或者你都是上網 譬如無敲餅那些經文 那些relate那些 你是原本已經知道的 還是都是透過某些資料 因為我自己知道 我做了幾十年穆斯 如果你在上網看看 有沒有同類型的 這樣的解釋這張圖 我相信你找不到的 這個是我的 怎樣說呢? 我的版權 OK Alright 無敲餅 不如這個我們去看資料了 這個就是查什麼 無敲餅其實 這些我應該知道的 這些背景我知道 OK OK 三月就是三月五號 是不是三月五號? 三月十二號 因為第三個禮拜是查經 第一個禮拜是做一些東西的 哦是,我在這裡寫下的 出了幾十五張 OK 然後接著是二十六號 二十六號是第幾張 十六張嗎? 這是十七張嗎? 十六 十六張是嗎?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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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下一次我就 十二號跟你們在一起 Alright 大家知道有沒有其他問題呢? 有沒有其他問題? 是 好了,大家都很明白了 我想牧師我會想問 其實也很明顯 不過就是你 好像最後那句 其實我會很… 那個印象很… 很流行的 上帝的雲署、火柱 就是為什麼你 怎樣去… 捨棄了去說這一句呢? 就是你沒有花時間在這句經文上 是啊 我沒有花時間 我覺得 就是在我這個整個的構思裡面 這個是最後的… 最後的一個… 怎麼說呢? 可能有些人就會說很多 火柱有什麼、雲署有什麼 但是我認為這個的意義 很明顯的 就是帶領他們的 引導他們的前面 那我就沒有花時間了 我想前面那些更加重要了 當然在經文的取捨 我上次都說過的 你戴茶經不一定需要 每一個前面的字 解釋得很清楚 當然你也不會避開一些難以 壓不住 我知道你多數不知道是什麼意思的 所以我特別把你的背景 手上說一說 其他一些我覺得就不是太重要 我就沒有解釋了 因為有很多明顯的 比如說到把鞋骨帶上去 有人都可以很多意思 說一大堆都可以的 但是我就覺得 我重點不在那裡 我就沒有解釋了 OK 所以你每一次 你以為有一個主題目 你就持住這個主題目 來去處理 記住不是避免 不是避免這些重要的問題 比如當中有些特別的 這張經文有些難處處理 你都可能都需要解釋一下 但這一張事情就不是了 沒有什麼特別難的地方 如果你初初看起來好像很凌亂的 你發覺它說了很多納納集 但是你整理一下 你發覺又很有意思 OK 有沒有其他問題 或者有什麼感想你想說 有沒有發覺我上一堂和今天這堂 你會合適到知道我說什麼了 是嗎 明白多一點了 好 那我就到這裡了 我知道你們的情緒 還有其他事情要做的 那我交給Emily 那我就可以 excuses了 是 謝謝牧師 謝謝 謝謝 謝謝你們給我這個機會 I'm God bless you OK 大家新年快樂 Happy New Year 多謝牧師 OK Thank you Thank you Bye bye